Hello 大家好 今天黃絲拉廚房想和你們分享一下 我昨天剛剛打了新冠疫苗 打了第三針 我昨天上網 早上網的時候 看到即日都一樣有醜 即是有位可以打針 而且現在接種的中心很近我家裡 我也是走十多分鐘就到了 現在這邊其實你們看到的風景 就是在荃灣西對出的海皮 平時我都喜歡在這個海皮走的 有時每天來回走一個多小時 都是一個很好的運動 而且你看到這裡風景也很美 中間這條深紅色的那條是單車徑 是開了半年左右 這個新興建的單車徑 遲些就說目標是想到屯門 我這邊走這條路就是一些緩跑徑 現在右手邊 你看到有個彩色樓梯 對上座就是荃灣體育館 我預約了下午三點 在荃灣體育館 接種第三針的新冠疫苗 我自己的選擇是打復必泰 我第一、二針也是打復必泰 我之前的反應 我打第一針的時候 我都有輕微微燒 還有針口也是少少痛 第二針也有微燒 還有針口也有點痛 我自己印象中 我記得 都好像比較疲 打完第二針 人是比較疲 差不多一個星期左右 人都覺得有點疲 但是你說很大的不息 都算沒有的 還有最主要是多喝水 還有多休息 接下來政府已經規定了 在5月31日之前 應該要打齊三針 所以我就打完第三針 因為我也不想到5月尾 可能很多人都在5月尾 打完第三針 我就早點預約 這裏都很多人 你看到都牢牢唱通 現在這是入門前 就說叫你要顯示 電話的預約 以及要帶身份證 這張紙就是我打了針 其實非常快 但一進去都不用等 就可以打針了 打完針之後 就坐在這裏 大概15分鐘左右 就可以離開了 還有你打針之前 有職員會問你 有沒有接觸過患病 即是患新冠的確診者 還有你頭一兩針 頭第一、二針 是不是在香港打的 因為如果不在香港打 他就要你先諮詢那邊的醫生 我剛才那道娘的血壓 就是回到家 即是打完針之後回到家 即是娘娘自己的血壓是 什麼水平 就是11970多 心跳也是70多 暫時都沒有什麼特別的感覺 打完之後都沒有什麼感覺 直到第二天 差不多是24小時後 就開始覺得 有一點微消了 而且我昨晚睡覺的時候 都覺得有一點好像 尖寒尖寒寒冷 但是又沒有發燒 感覺好像身體有一點冷出來 但是很輕微的 沒有什麼特別的 即是不重要 因為就算覺得少許冷 你蓋屁也沒有什麼問題 而且剛才看新聞 看到有些好笑的 有個新聞說 有人願意出500元 想跟確診的病人買口水 如果買了口水之後 就可以放進檢測 快速檢測包那裡試 試完之後 如果確診三次 如果確診了 就不用打第三針 是比較搞笑的 原來有人是因為很怕打第三針 而想起這些古靈精怪的事情 但其實我打完之後 都可以告訴你們 其實都OK的 沒有什麼大問題 而且我之前聽人說 打第三針是會很辛苦 又說辛苦過第二針很多 但我自己又不是這樣的感覺 我反而覺得 它給第二針的反應 來得慢 而且還沒有那麼嚴重 現在我剛剛差不多24小時 即是今天下午3點多 因為我是昨天的3點多打針 我覺得頭髮都好像有點輕輕的 有點微燒 我就探熱 看到是37.7度 即是微燒 OK的沒問題 我亦不需要吃Panadol 也不需要 喝多點水 還有如果有時間的 就休息一下 我都量一下血壓 即是當自己有微燒的時候 血壓會不會有什麼分別 我量了之後 看到血壓都很好 很正常的 11970多 不過在脈搏那裡 就快了很多 下面脈搏那裡 就90多 因為其實我現在沒有到處走 做運動 那些沒有的 所以其實如果正常 平時我的脈搏 都是六十幾七十左右 那現在呢 量完之後 脈搏就去到90多 那我相信是跟 有些微燒有關 但是呢 人的身體狀況都很好 所以你們都不用很害怕 打第三針會不會很辛苦 那我自己的個個案 是我相隔了 都有 差不多八個月的 即是我是去年七月打完第二針的 那現在三月才打第三針 那又不知道是不是因為 即是相隔的時間比較長 那但是呢 我覺得就 因為我經常聽新聞 聽到很多確診的病人都說 他們很辛苦 即是又會 喉嚨呢 又會痛到 好像被刀割 那樣 然後如果患病之後呢 又容易有很多後遺症 那所以呢 我都覺得 盡快打 疫苗吧 那 就 希望保護會好些 那好吧 今次我的分享呢 就到這裡了 那如果喜歡我的影片的就like share 和subscribe我的channel 那還有我又歡迎你們在我的影片下面留言 那我們下次再見啦 拜拜